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恩 词光 赦寿 念功 晚年 宣言 静修节要 报恩谈 完整版 之文字编辑 江碧 复寿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之主 作拔于偏末 惜 不孝弟子 虽自称 敬业学人 构重 葬身 拒父 而不能 自明 何敢 启望 为此 最上 书庙 报佛恩 之称性 吉坦 作拔 然 作为本书 听教 文稿 之修订者 随父异物 不可推却 故 最以术语为后继 遣述 修订编辑之音缘与感受 姚琴三藏法师 旧摩罗师等 亦有 禅密法药经 经中 世尊云 过千岁已 此无常观 遂赴流行 言福题中 亦亦千万众多弟子 若一若两 修无常观 得泄脱道 这时 世尊告诉我们 末法修行者 亦亦千万 得度者 含有 一二 修无常观 可得泄脱 纵观现世 斗争 坚固 斜银赤胜 颠倒 谬剑 举世 同风 孰能 置身 欲海 而不随恶浪 悬入 与 坦嗔 吃慢处 忍熟者 比比皆是 而于 清静 平等觉中 求 出离者 甚难 稀有 几人 能将 凡所有相 视为 梦幻 泡影 纵 能观 无常 视为 梦幻 泡影者 若不能 即生 成佛 怎可谓之 得泄脱 三显位菩萨 无助时 不能 生心 生心时 不能 无助 无助 和 生心 不能 同时 不能 无助 而 生心 如 弥菩萨 过河 自身 尚且 不究竟 何以 尽度 无边 众生 而 圆满 宏愿 谢托者 就敬而言 乃 第一 异地 直指 吉生 成佛 如来 出世 知 本怀 启示 任恶道 冤鬼 万劫 惨教 夜豪 任 道业 行者 多生 苦苦 而 求所乎 无乎 哀哉 如来者 所以 兴出 于世 为将 诸佛 成就 无上 菩提 之 密法 和 盘 托 出 将 佛地 果 绝 之 功 德 全体 授予 一切 众生 令 尽虚 空 之 寒灵 皆 能 及 生 成 佛 此 为 如来 从 真实 之 迹 中 所 流出 真实 之 慧 而 由 真实 之 慧 令 一切 汉 灵 即 生 得 真实 之 力 无量 寿 经 便 是 尽 贤 此 三 个 真 实 而 又 唯 一 稳 当 究竟 圆满 当 生 成 佛 广 大 普度 如 来 最 诚 实 之 言 众生 受 持 示 经 但 能 发 菩提 心 一 向 专 念 则 念 念 心 想 极 乐 依 正 庄 言 时 集 入 一切 诸 佛 智 慧 绝 海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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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念 弥陀 圣 号 时 即 得 吉 得 与 无 上 道 永 不 退 转 清 蓬 济 清 无 无 量 兽 经 起 信 论 曰 此 经 不 不 在 即 是 长 极 光 大 涅 盘 之 境界 大 涅 盘 者 诸 佛 所 正 之 离 体 密宗 所 谓 之 大 圆 满 境界 宗 门 所 彻 物 之 旧 境 果 地 而 五 敬 夜 行 人 火 夜 未 断 谨 一 指 无 量 寿 经 发 菩提 心 一 向 专 念 即 可 生 生 念 念 入 不 生 不 灭 不 去 不 来 常 集 常 照 真 空 妙 有 至 大 圆 满 究 竟 如 来 境 界 真 可 谓 是 不 可 私 意 之 事 正 如 唐 玄 藏 法 师 所 意 小 本 阿弥 陀 经 中 称 此 法 为 一 切 世 间 极 难 信 之 法 持 明 念 佛 义 法 之 所以 极 难 信 因 其 超 出 凡 夫 一 切 情 见 然 虽 不 可 私 意 却 又 集 起 意 行 且 普 辈 三 根 选 选 藏 法 师 唐 一 本 列 十 方 诸 佛 皆 出 广 常 舌 相 便 赴 三 千 大 千 世界 周 渣 围 绕 说 诚 实 言 如 等 有 情 皆 应 信 受 如 事 称 赞 不 可 私 意 佛 土 公 德 一 切 诸 佛 赦 授 法 门 由 此 可 知 持 明 念 佛 法 门 至 意 行 皆 因 得 十 方 横 河 沙 树 诸 佛 之 所 赦 授 持 明 时 即 是 得 一 切 诸 佛 赦 授 时 三 大 阿僧 奇 节 全 赖 博 地 凡 夫 将 一 切 诸 佛 无 量 节 之 功 德 拿 来 作 为 己 用 方 能 超 越 地 上 菩 萨 而 素 正 无 上 正 等 菩 提 众 生 获 有 疑 问 难道 十 方 诸 佛 为 加 持 赦 授 授 修 净 土 者 而 不 加 持 其 他 法 门 至 行 者 乎 非 也 一 切 法 门 平 等 皆 得 诸 佛 互 念 然 八 万 四 千 法 门 却 是 如 来 方 便 全 说 因 不 能 令 众 生 得 当 生 成 佛 之 利 益 则 不 能 为 之 真 实 也 譬如 解 救 全 身 缠绕 绳 绳 数 日 饥 可 难 耐 者 与 令 其 受 用 眼 前 摆 放 之 干 饮 美 食 八 万 四 千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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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靠 自己 挣脱 无 史 节 以来 必 然 要 先 帮 其 解 脱 缠 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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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万 四 千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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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靠 自己 挣 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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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自立即能解脱。 若能依靠自立解脱, 十方诸佛就不必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 乃能于堪忍世界, 为予利益安乐诸有情故, 说是世间极难性之法, 甚为稀有不可思议了。 利益安乐诸有情, 乃一切诸佛出兴于世之大事因缘。 利益者,真实之力, 即当生成佛。 安乐者,入大涅槃之守龙岩三昧, 一切是究竟坚固之境界。 此真实利益, 与安乐, 为靠持明念佛, 这一极难性之法, 方能直屈直入。 适合善根福德, 能得如此因缘。 唯一大事因缘, 即发愿求生净土者, 与十方诸佛同心同德, 为安乐利益一切友情, 故得诸佛加持, 不退成佛。 从而, 如释迦法王如来一样, 显无量身, 视线于此缩脱世界。 同样演说, 净土持明念佛法门。 谱令一切含灵因此法, 而得大欢喜, 大利益之究竟泄托。 发此大愿者, 必得诸佛之大利互念, 得阿弥陀如来, 大愿大利, 而念佛成佛。 成佛后, 父教授一切众生, 念佛成佛, 辗转教化, 如地网珠, 互照互设, 助大光明藏不动, 而又尽度众生, 尽度众生, 而战己常然。 则又时无众生可度, 玄妙之一礼, 都尽涉于一句 阿弥陀佛名号中, 庄严于极乐密言佛土中, 浓缩再次, 静修节药报恩坛中。 甲午年秋末, 于澳洲期间, 受恩师之嘱托, 听教念功, 静修节药报恩坛, 以便整理成有声书等法宝, 溥溢众生。 初起, 于其他事物肩负责任, 不能一心专注于此报恩集谈。 冬至后, 逆增上缘成熟, 因累结未能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 至自身文稿, 无人发愿校对。 悲悔之际, 每于电脑前, 与录入草稿文字, 均无法动手。 此知, 此事虽是业障现前, 于一心听教报恩坛, 却正事实。 手遂被业障束缚, 眼和耳尚且能认, 遂发愿, 放下万元, 于行柱坐卧间, 片刻不离, 静修节药报恩坛, 至音声熏席, 以浅薄有限之力, 前心于仪式, 方不如恩师一片阴重之心。 静修节药报恩坛宣言两年后, 念功便含笑息事。 因此, 因此, 报恩坛可谓老人晚年至利作, 拼死筑节大经时, 念功已是大扯大悟, 明心见性至佛门大德。 而报恩坛宣言, 本位报恩, 欲报恩, 迷感佛恩之难报。 佛法甚深之毅力, 老人与谈笑风声, 闹家常话之间, 淋漓畅快, 透彻宣言。 自报恩坛原满二十余载以来, 世间所流通之影音文字不在少数, 令无数无缘亲近老人的同修们, 深得老人慈光照目。 然, 论及报恩坛之文字版本, 则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与原始录影和录音对照难免出入, 有些是为完善文字需要而略作改动, 有些则是对老人的言语未能准确递, 听多种因缘, 遂至要寻一能与原本宣讲相对完全吻合的版本, 称为极难之事。 是以励志, 还原其本来面目, 以资后世有可遵循者。 初听报恩坛录音, 不足五十变时, 在言语细微处, 也是模糊不能明细。 登山远望, 必须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台阶, 方能一览众山小。 念功, 在报恩坛讲解中开示, 都要有一番真实的努力, 若不是一番寒彻骨, 争得梅花扑鼻香。 后, 虽有六七十遍, 公听之基础, 但要精准听打出文字, 还远远不够。 耳有文性, 可以彻听, 心被境界染污, 故不能明辨。 因此, 要将这极难之事 变为可能, 只有一种方法, 反复听, 一遍遍听。 一个句子听不懂, 就反复听着一句, 一个词听不懂, 就反复听着一个词, 哪怕细微到一个字, 以复如是, 十遍不行, 就听二十遍, 二十遍不行, 就再听, 还是不行, 就继续听, 直到听懂为止。 即便这样, 还是遇到许多难以辨别无误的地方, 这些地方暂时先放下, 待每一拜的文字 成稿完毕出教时, 回过头来再听, 不厌其烦地听下去。 这样一来, 难关一个个被突破, 但依然有一些难啃的骨头, 即便是看着视频对口形, 也不确定, 模糊或是语速过快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有一事, 弟子始终坚信, 保恩坛所讲解的三十二拜, 每一拜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在这一拜的讲解中, 听不懂的地方, 可能在开示另外一拜一去的时候提到, 这就需要我们安熟通篇, 这种感觉最终被证实, 从而又突破了一些极其难懂的地方。 然而, 最难听教的地方, 是哪些根本在其他礼拜文中 无济可寻的, 这就迫使我们回头找最古老的方法, 席耳恭听。 用恭敬的心, 耳朵除此一事之外, 其余都不听, 因为报恩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自信流露而已。 最难啃的骨头, 不是用猜测和揣摩而辨别出来的, 而是在百多遍之后, 忽然有一天, 豁然开朗, 自然听懂了。 这好似情理之外, 实则情理之中, 是、理本来是通达无碍的, 障碍在自心不够清净、 恭敬, 在于不够老实、肯干。 三国董玉云, 读书百遍, 其意自现, 有诸子家训, 为读得熟则不带解说, 自晓其意也。 苏世言, 人之经历不能坚守进取, 故愿学者每次做一意求之。 恩师更是常常苦口婆心, 劝勉年轻人要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千遍其意自现。 这些先贤与大德的智礼名言, 为何如出一辙?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的作用到底在哪里? 在自己专听报恩谈七十余辩时, 才略有体会。 如连宫, 在静修节要, 第十五拜所言,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胀消除, 不但道心纯熟, 且可福慧增长。 一向专念, 一向专听, 皆是归心一处之意。 事出世间法, 事出世间法要成就者, 必先除障碍, 一除障碍, 必依借定会三学, 专经专一, 久久席之, 自然心开。 敬专念成就, 首先, 养信佛智, 诚实之语, 其次, 发广大救度一切众生之菩提心, 最后, 端在定一, 此正是如来万劫修行成就之铁案。 世间法用炉火纯青, 形容记忆学问, 达到精粹完美之境界。 佛法用波罗蜜, 指道迦勒、圆满等诸意。 念功一生, 历尽艰辛, 久死一生中, 而得大彻大悟。 通宗通教, 显密圆容, 广学圆未深入, 最终会归弥陀, 依成本怨海。 静修解药报恩谈, 是老人一生修行, 炉火纯青, 般若波罗蜜中流露之精粹。 诸佛菩萨, 为教化节奏紧张的现代人, 做出静修解药, 这份精巧果盘。 每一拜, 就像极乐佛果中分割下来的一部分, 虽小, 但远距万德, 但且吃下去, 这一块块小巧的万德佛果, 岂有不成佛之道理? 此因小果大, 一中有多, 只世事无碍, 全妙之理, 乃华言境界。 故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 阿弥陀经是小本华言, 而静修解药就是口袋本, 绣真本华言, 四本实为一本经, 而口袋本华言, 静修解药, 虽为修行洁净中之洁净, 然一切皆符合阿弥陀佛本愿, 平等普度, 一切含灵当生成佛, 至大愿, 故与成就弥陀果地, 必尊弥陀因地大愿, 愿同弥陀, 而又能一向专念者, 必定此生圆满成就, 究竟最顶佛果, 同本尊阿弥陀佛一样, 尽度众生, 而无有不圆满者, 武臣之岁, 公元1988年, 恩师上人, 尊念功之主, 为大经节作序, 时隔二十七载, 岁次甲午祭冬, 恩师再提金笔, 为静修节药报恩坛作序, 而连功西归一别, 至今五十载茫茫岁月, 念功九品连台, 勇邪授欲, 亦有二十三载, 静修节药报恩坛完整版, 文字勘教将静, 亦可作为静业后学, 报恩连功与念功之县礼, 心火传灯, 再接再历, 令池明念佛法门, 与此着势大放光明, 弟子乃顽明下淤, 以上, 仅是浅显心得体会之汇报, 勉强赋予偏末作为后继, 启望十方久修大德, 不吝赐教, 垂慈傍正, 不胜感激, 静也弟子, 恭敬鼎礼, 以为年勿吟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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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